我還是會想要結束婚姻 我喜歡有才華的感覺 外表沒那麼重要 就是我的構造就是 應該是比較生小孩啦 我相信愛成也會很希望看到我幸福的感覺 王瞳向往不如婚姻當媽媽 相信愛成希望看到我幸福 7月28號是我們的結婚中間 跟他們做很多拍戲 每天都拍戲 你那天工作回家 自己有覺得留一點點寂寞嗎 7月28年 不會 不會 我有傳LINE吉他 然後會自己打開他手機 以後 我就說我被重點快樂 我還有護手 那你還每天還會停電 對 因為他手機裡面有很多他的創作 所以我都沒有想要 其實我還是保留著很好 我都會用他的帳號上線 然後用我的手機記錄東西 所以是這樣子 那你會用他的手機回給別人寻寻 我怕免費 你會嚇壞 這有一次我拿錯我忘記了 我就直接按播出 我就直接按播出 然後那個對方失魔 我就說 怎麼是愛先打給我 我說什麼啊 怎麼啊 我原來我用錯手機打電話 對不起 有在抓要嗎 沒有啊 沒有啊 你要不敢做是敢做嗎 抽到愛證的訊息 啊 沒有啦 我就覺得很衰 我現在認識了 我喜歡有才華的男生 外表沒那麼重要 應該說在他的 他的領域上 工作領域上是有 除了跟他有很大的熱情 男生 對於這種人上 他竟然心動 我還是會想要結論婚姻 我對婚姻沒有過變 對啊 我覺得身為女生 如果我還能生的話 我覺得就是 我的構造就是 應該是不是要生小孩啊 一個家庭 我相信愛證也會很希望 看到我心裡的環境 所以應該比健康的角度 就看這件事情 而且我也不會避諱 人家跟我聊愛證 我反而會很希望 你們跟我聊聊 我希望他被避忘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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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